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7日星期六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網絡上正在封傳一些截圖 顯示有部分強積金管理公司 願意接受BNO5加1簽證作為證明文件 從而可以申請強積金 如果消息是屬實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香港的人 當然是一件喜訊 而第二宗消息就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有部分非政府組織自從國安法實施以後 就已經播遷去台灣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網絡上所封傳的截圖 其中一張截圖是來自某家的強積金管理公司 我們不要開名了 據網民所說 這張截圖是從內部文件中所摘取出來的 其中一頁裡面寫了三項永久離港申索情況 其中一項就是離港往英國的BNO簽證 在截圖裡面還有寫上他們會怎樣審視這項永久離港申索的安排 就著BNO簽證他們會怎樣做呢 他們就說BNO簽證是可獲接納為申索的證明文件 但是就需要視乎當時的移民政策 如果BNO簽證是有任何的離港時限 申索人就需要提交補充證明文件 以證明他已經或者將會離港 例如是離港的機票或者落地證明等等 當然如果純粹拿著只是一本BNO的護照 就這樣去申請就一定是不批 但是在申請了這個5加1簽證之後 再加上一些什麼補充證明文件 比如說離港機票或者已經去到當地居住的證明 似乎就有一個儲光是可以申請拿回那筆強積金 好了另一間強積金管理公司他們又怎樣說呢 那張截圖上面是這樣寫的 因永久勝地離開香港理由 而申索強積金累算權益稅資 他就這樣寫的 單獨使用BNO護照 就不足以證明永久居留在英國 因此請提供其他文件 或者是證明文件的副本 例如是移民簽證 外國護照 租約 僱傭合約 僱傭證明書 或者是居住證等等 那他就提及到有個移民簽證都可以作為證明文件 那就是說5加1簽證是有機會被這間公司接納的 所以凡是那些即將要離開香港前往英國的人 其實都應該嘗試入址去申請提領屬於自己的強積金 因為現在網絡上面所流傳的這些截圖 很多都是內部文件 他就可能是不方便公佈或者不知什麼原因 反正他們應該會有一個處理機制 反正你申請提領強積金是不用錢的 就算申請失敗也不會扣你錢 不會收手續費 那就是為什麼不去嘗試一下 不行的時候就沒辦法 如果可以的當然好 所以我自己認為 如果準備要離開的話 一定就是要入籍申請 如果你是打過幾份工 轉過幾間公司 而在之前 又懶於把所有的強積金整合為一個戶口的時候 那更麻煩 因為不同的錢 就由不同的強積金管理公司去管理 你只填表都填了一小時 那我就覺得 如果準備都要行人的時候 就拿緊時間去申請 不同的強積金管理公司 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機制 都不奇怪 但是拿得一塊就只有一塊 對不對 如果他不准拿 那唯有六年之後 你入了英籍才算 問題就是 你到這麼久的年期之後 才申請提領 你一拿這筆錢的時候 就會引起一些稅務的麻煩 到時候就水瓜打狗不見一部分 所以最近批了5加1簽證 又準備離開的人 就試一下去申請 我覺得沒有壞的 接著我們又看看路透社那篇的報道 據他們所說 就說自從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 最少有兩個非政府組織 出於安全的理由 就撤離了香港 第一個組織 就是由黃丹所創辦的華人民主書院 在去年9月 就已經播遷到台灣 為什麼他們要撤離香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這個組織 經常批評大陸政府和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第二就是這家組織 曾經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那裡 接收了相當多的資金 黃丹在回應的時候就說到 說特區政府是可以禁止和國家民主基金會有聯繫的機構運作 又說擔心銀行戶口隨時會被凍結 認為香港已經不再適合營運了 如果這個組織是和國家民主基金會 即是NED 是有密切聯繫的話 甚至乎是有接收他的資金 他走也是相當正路 如果不走的話 分分鐘就被人調查 不出奇 因為NED很敏感 在早幾年 黎智英被揭發過 和NED的關係密切 從NED接收了不少援助 所以那時候很多左媒對他口誅不罰 如果華人民主書院和NED有聯繫的話 他們走也是很正常 不走才不正常 而另一家走了的NGO 就是和德國自由民主黨有密切聯繫的智庫組織 他們在香港設置的全球創新中心 在去年9月也撤離了香港 中心負責人擔心 在港區國安法下 他們會被視為外國間諜 所以他們就播遷到台灣 他們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 有部分NGO撤離香港 但仍然駐守在香港的NGO又怎樣 有10名NGO消息人士說到 說他們所屬的組織 在參與聯署聲明的時候 就會顯得格外謹慎地去審核字眼 來避免風險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很正常的 就算說現在有些人去草耳聲明的時候 他也應該要留意得到 究竟所寫的東西 會不會是直接觸犯得到紅線 如果他不去註視這件事 一寫完之後就馬上被人簽 其實簽的都會有危險 而且說到最後就是 這些聯署聲明根本上 純粹擺姿態表態 能不能夠有什麼實際影響力 是沒有影響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聯署也可以 就不需要那些人走出來 又說抗爭又什麼 聯署只不過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 叫大家唯威唯做了一些事情出來 而如果這個聯署 是會令到非政府組織 陷入一個風險當中 他當然要隔外來審視一下 究竟聯署聲明裏面所寫的東西 是寫什麼才簽 如果他是很疏忽 是有簽不是有簽的 他分分鐘要上身 所以我又覺得 他們謹慎些是應分的 另外有部分NGO宣稱 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 已經改用了更加安全的通訊工具 以及改善他們的網絡安全措施 可能是安裝VPN等等 或者是轉用Signal等等的通訊工具 但是老實說 就算轉用什麼工具都好 到最後一刻 始終都會有另一個黑客的軟件 能夠破解得到這些東西 以前的人都說Telegram是很安全的 於是有些人大安止意地以為 在Telegram上說什麼都是匿名 說什麼都可以 就出事了 所以有些東西該說的 仍然是需要說 不該說的 你就麻煩想清楚 你能不能夠承擔得到那個後果 你才好去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以為在Telegram上說話 真的匿名 於是說了很多 他平時如果以公開的身份 根本上就不敢說 或者是不會說的東西出來 這樣的時候就很大劑了 別人特意去查的時候 是查得出來 你原來也沒有想過要承擔的後果 這樣就會對那個人很大的打擊 所以不要看著某一個通訊軟件 他標榜安全 你真是信到十足以為很安全 那些什麼月後積憤 是一個功能 是一個特色 在你的手機看完 就月後積憤 到最後 究竟他的伺服器 會不會是留下 製作這些apps的公司 如果他標榜自己的apps是安全的 他當然不會留下 他托塔也答應你 問題就是 如果到最後 查得出對話記錄的時候 你就回不了頭了 就算是私人的對話 也應該要謹慎和小心才能說 為何我整天苦口婆心說這些 我講過很多次了 其實這些內容 就是因為我每次看報紙 看到有些人在Telegram上面 說了一些不該說的東西而出事 其實是很愚蠢的 有些人真的誤以為Telegram是匿名的 因為早幾年事實上 在網上那些人是這麼炒作 是這麼說的 說說有些人就信了信以為十足 哇 匿名 說什麼都可以 說什麼都可以的時候 後來就被人找回來了 多愚蠢 所以無論是Signal也好 什麼都好 我講的 沒有一隻即時通訊軟件是安全的 你一定要用這個標準來看待所有apps 千萬不要搞科技迷信 一會兒又說那隻安全 這隻安全 用科技哪有百分百安全才可以 相信那些人 因為老信都還沒生 但是最壞的是那些 不停地跟人說 這隻安全那隻安全 沒有一隻是安全的 這些人不要這麼不負責任 到時候那些年輕人出事 不是你揹的 是他自己揹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